一个小孩老是追着我喊爸爸 我不是你爸 搞错了 说1月3号在湖南城州 20岁未婚小伙小蒋 开车经过一个村庄时 路边一个陌生小男孩 突然追着他的车喊爸爸 小蒋说孩子追了两分钟之后 他停下车告诉孩子 自己并不是他爸爸 又给孩子买了一些零食之后离开了 之后他越想越奇怪 就把拍下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很快孩子的姐姐联系了他 说孩子是跟着奶奶去赶及时走丢了 小蒋马上驱车返回原地 找到了孩子守护孩子等来了家属 小蒋真是好样的 责任心这嘎嘎 这不是爸爸比肩爸爸呀 替他打个真婚广告吧 找这样的老公靠谱 说1月4号江苏常州 一男子拨打119 称楼道内有浓郁的煤气味 自己家住在23楼 现在是否要撤离 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然而却发现是一场乌龙 原来男子所在楼层隔壁住户 在家里吃榴莲 散发出来的气味 让男子误以为是煤气泄漏了 甭管邻居吃了啥 只要不是煤气泄漏就是幸运的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吃榴莲 吃臭豆腐 吃螺蛳粉 吃臭鱼等 特殊气味的食物 请注意通风 多考虑一下邻居的感受 说近日上海的朱女士 陪患有中尔炎的丈夫 去预言括号看病 由于丈夫耳朵流浓已经很严重了 朱女士让她询问一下 现役军人优先事项 但她坚决不肯 朱女士说自己也曾经是军人 两个人觉得国家给的够多了 能不用特权就不用 点赞 最可爱的你们 说山西新州的七岁女孩李嘉敏 一分钟能做75个后空翻 目前是世界吉尼斯记录保持者 李嘉敏爸爸介绍说 女儿四岁多开始喜欢上翻跟头 经常在手机上看各种翻跟头的视频 为了让女儿掌握更多空翻技能 还请了体校老师指点 然后回家继续练习 体校老师已经盯上李嘉敏了 说孩子什么时候想来学习 一切都免费 刻苦的李嘉敏小朋友 我能现在就要个签名吗 预感到一颗体育星星即将诞生了 说1月4号黑龙江加姆斯 70岁的陈大爷用雪堆出 和谐号高铁穿隧道的造型 列车隧道铁轨一样不辣 栩栩如生 陈大爷说这个和谐号长8米 花了5天时间 目前还有课字等后续工作 生在雪乡不能白白浪费雪 做个先进的造型来娱乐一下 迎接新年 陈大爷您确定 请您不是隐藏的雕刻师 我给你们 Matthew 打印象您不是隐藏的雕刻师 开始 可以